9月6号早晨,北京新发地市场加农门外,随着满载各类蔬菜的货车陆续进入市场,新发地主市场铁路以北区域正式开放营业,至此新发地市场全面富士。 据介绍,全面富士当日,进场车辆2118辆,果蔬2.9万吨,供应量比昨日2.3万吨增加6000吨,恢复至过去供应水平的80%。 今天纽约进入市场的车辆是2118辆,已经进入市场的上市量是2.9万吨,上市的品种更多,更丰富,蔬菜已经达到46个品种,水果达到38个品种,上市量的增加直接影响了蔬菜价格的下降,蔬菜的加缺平均价, 和昨天相比,下降了9.51%。我预测,在9月20号之前,我们的上市量,交易量,一定能回复到往年同期的正常水平。 新发地市场内,商贩们为迎接全面富士备足了货源,对于富士后的销量,他们充满信心。 我卖进口果的,我停了两个多月吧,今天卖了400来家货吧,销量回复都有信息,相信自己,相信新发地。 全面富士以后,我们这个销量会就是进一步提升嘛,今天卖了有差不多有1000多件吧,通过这两个多月的修饰以后呢, 其实大家都知道新发地跟商户经历了什么,我们也是选市场的坚守者嘛,但我们坚信市场一定会繁荣嘛。 据了解,全面富士后,新发地坚持批发属性,实行批林分开,为方便周边居民生活。 新发地市场在交易区外设置了便民菜市场,一期主营蔬菜水果粮油主食,饮于7月底开业。 日前,二期便民肉类市场也已投入使用。 由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白鸟鸡由于肉品为主,这样呢,一期和二期加在一起啊,将近1600平米, 就基本上能满足周边消费者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须的采购。 特点就是便民和便宜,这里面的价格就是在批发者基础上,不会超过10%, 市场做的一直有特价活动,像这些前后圈排骨啥的都做的特价。 销量排鲜,每天反正都是上午都是人满为患的状态。 附近的居民都是对这个都挺赞同的,都挺满意。 挺好的挺好的,很方便,东西很齐全,基本买肉啊这些来说这边有便宜很多的,重新开的也比较开心。 据悉,市场原有164辆菜篮子直通车,负责全市300余个小区的供应,目前已经恢复将近50%,剩余部分正在逐步恢复当中。 原有77家便民菜店,目前已经全部恢复营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